Hello Hello 禁室又開始了 禁室又開始了 有 不知為何很可愛的朋友 有朋友見到我吹了雞 說一會見 都專門問 是不是有Live 沒有安全感 你是不是經常脫人底呢? 我沒有脫過 因為有一天 你知麥克風這樣拆出來是不行的 是啊 但我夠大聲 幸好 老實說我真的沒有脫了底 我沒有脫了底 有一天是星期五 因為我們不能夠 我不能夠來 通常星期五不是Live 是 錄音的 是的 錄音 那些人聽到一天錄音 就當你全部都是錄音 而且有些人說 不像Live 應該不像Live 你想我怎樣證明是Live 不像Live 即是我們沒有錯嗎? 不可能說那些 說得太好 不不 即是說一些不時事的事情 因為你知道網台的歷史 都是不離 都是說政治 說時事 還有沒有黨派 是的 他接受不了那些 說一些很經歷的事情 慢慢就可以了 慢慢就 有些人 反而有些人歡迎 這樣 聽那些門 還有你不能不排除 是拋水催的 拋水催的 拋水催 是嗎? 沒有歡迎拋的 拋啦 留言啦 可以的 現在分享一篇 過去先 分享什麼呢? 哪一篇 分享一個Live 我自己的 OK 很簡單 你現在說 現在是遊戲中 大家知道Live 現在是星期六 晚上的 11點08分 沒錯 小孩子死了 不肯看著鏡頭 那就很明顯就是Live 你怎麼說到Live 最穩陣是什麼呢? 就是直接拿一份報紙 當日的報紙出來 梁振英 當日呢 希特拉都是這樣對 她的科學家 梁振英 就是讓科學家 看到自己的子女 家眷 拿著當日報紙 那天你還是要開工 哦 就是這樣 你不要想著半邊 那些報紙 最近呢 我們就去 書展 哦 開始了 到幾多日啊? 星期二 嗯 你也去去 我想去啊 我們去了兩天 其中呢 有兩天 就因為 感冒了 所以不可以 現在你聽到 聲音都很慈性 很性感 很性感 那麼 在這兩天 第一天呢 就有記者來問我 嗯 他說 劉先生 是不是現在的人呢 的reading reading 是 少了呢? 我不是 reading 多了 咦? 很驚訝啊 是媒體的問題 是啊 很驚訝啊 真的那個大學生命 建集記者都是大學生命 有我教過那間大學 是 不過我不是教他們 傳媒 他說 這個reading會多了 我們的感覺分析 就少了 我說什麼叫reading 先 reading 不是一定文字的reading 看畫 圖畫 都是reading 觀察 也有reading 觀察 也有reading 看影片 也有reading 也有reading 看電影 也有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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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個人 觀人 觀人於味 吾味 都是reading 是 現在我看到 呂王和貓玩 和貓暗暗 睡 這個都是reading 來的 那怎麼會reading 會輸掉呢? 但我想 我是這樣看的 有些學術派的朋友 如果他這樣問 是不是多人 少人看書 是 是 因為在書展 每年都知道 很多人來控 控員會買 只會這樣 有個說法 就是自從銅鑼灣書展 有這件事發生之後 很多我們大陸來客 都是在書攤網上 他看,但不敢拿回去 打了一個書釘線 然後打完書釘 就放下 他看了 為什麼呢? 以前一插插插 這樣拿回去 現在怕別人在中間檢查 他就 他怕現在做同書館館長 沒錯 原來有罪 他又不知哪本是禁書 拿命 上星期說禁書 他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我們不是不想奉公搜法 但怎樣奉公才行 你有沒有給我一個清單 我怎樣跟 現在多一個荒謬法例 臨時加建的法例 又沒有說明定義 跟以前本身的法律 都雙倍 他說多次一句 又要拿出一件事 又要定義 又要針對某些人 這個才是令到那些人卻步的原因 他成功的地方 就是令到人人都害怕 人人致危 如果人人都害怕 就叫恐怖分子 現在根本正在恐怖 其實恐怖了95年 沒有90年 頭二十年還未恐怖 沒有能力恐怖 好 講回 reading 我說這個世界是小人讀書 但不一定要讀書 看到文字 可以有學漫畫 又有見識 因為可能是看圖畫 現在很多影導演 他看書不多 但他看視頻很多 他看很多戲 或者他看很多漫畫 就是動眼 有些導演看漫畫 看動漫比我更多 他看戲 可能沒有很多 但他經常一天都看幾段 這是不是 reading 這是樣的 reading 我們說 這個世界上 有沒有一些編劇 是不讀書都可以做 絕對有 真的 就是不讀什麼書 但他看很多戲 他舉個例子 Tarantino Tarantino只是看在那邊 他以前做錄影帶譜 即是租鹹帶 是鹹淡的租 他沒有工作的時候 可能幫老闆過下帶 或者看那邊的餅帶 才推介給別人 不停 十年來都是在做這件事 那時候 他看完 他很多幻想之後 你看得多 就懂得拍戲 因為你自己有自己的藍圖 他這個就是一個 當時成為一個 設定點 就是 他是少數鬼佬 即是美國人 不知道是不是美國人 而是沒有讀過電影 這個學校出來拍戲 拍得好 還賺大錢 不止 還是美國出名 是 是 開頭是 但現在已經是 拍得正常 現在已經是 拍得正常 還有影響其他導演 最近就是 沒錯 剛才我跟對王說起 為何 讀文字 會困難 原來 一個人在文字中文 一讀文字之後 要經過五秒鐘的解構 我們叫解構 解構 你才可以把意思放進去 融會 融會 看他如何說 即是女校的意思 我想問一下 五秒是一個籠統 還是不同語文 Average Average 因為中文是比英文還要久 對 絕對是 中文是要拆一塊塊 不止 因為中文還有一個 叫詞彙 即是我們說英雄的一個詞彙 有時更差 指鹿為馬是一個成語 指鹿為馬 指鹿為馬 其實那些含有很多很多意思 那你們同時傳統 看看哪一個 沒有的 其實很多的山子 的瘋味妄量 是已經寫了 你看著他 五十秒了 已經輕了 哪一隻打哪一隻 還有 他裏頭的含意 已經是很廣闊 不只是一堆鬼 近來的 那些就是不懂得讀 然後讀邊 讀下邊 所以有些人說 不知是看一本書那些 那些就是水國鴨背 就懂得看書 就是全部掃進去 他沒有掃進去 是一回事 當作是 也可能 是啊 有時 尤其一些 很嚴格的 譬如說法律 很嚴格的教科 譬如歷史 哲學 文字哲學 他裡面 還更加需要 是你解構的 我們說 看一本書 看文字 不是那麼簡單 就這樣看過 他還要了解 他能說什麼意思 這個很困難 這個不是容易 絕對是 但是 今時今日 我覺得很可悲 就是 我見到的世界 可能你們兩位不是 就是一般人很尊重人 讀很多書 而不尊重他 你不理解那件事 所以那些人不斷說這些文字 這個就是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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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生曬 和拋書包 但是是認受的 不是 我現在看到 說小的世界 你在網台界裡面 一定是這些節目 最受歡迎 我們算不算 我們不算 我們不是最受歡迎 因為我聽過 那些拋書包的節目 真的很多人聽 哪些啊 例如梁錦祥那些 她跟我做的節目 她不拋書包 雖然是你才不覺得 別人不拋書包 雖然我沒有講錯 可能你們都明白了 書包 我們覺得別人沒有拋 我們很覺得 是嗎 不是 你和我又不同 因為你看書 相對比較多 有一個 我們不開名 你跟我說過 我跟她做節目 很慘 因為她有很多書 她不斷拋過來 不斷摺 或者閃 閃 不懂就閃 但是你懂也好 你都要摺 聽眾明白不明白 沒錯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聽眾明白 聽眾聽 你要她明白 但她不明白就轉台 對 沒錯 不要悶 而且那時候 你要有共鳴 你不是只想拋到她一臉瘀 覺得你很害怕 這樣就崇拜你嗎 口腫面腫流血 真的 你和我都不會同班 另外一個問題 很多人是欠缺父 那會是 或是另外一個 那些欠缺父 那些收了皮 沒有收的 收收 開始收 退了休了 但我想我第一加句 先講開這個人 我真的強烈譴責 你聽我說 我覺得現在的新聞 其實真的不應該只有中文 我覺得開放了一個先河 應該有十七國文字 應該是這樣的 一個十九一個十七 繼續 對不起 但我有一個推介 我最近認識了一位朋友 叫James 自己有一個網 要開名的 你說我們會認識他誰 你有些人認識 他剛剛搞了一個 另外一個西人 用英文來開一個網台 來講香港的事 香港的時事的英文電台 是網台 沒錯 以前是靠明珠台 現在已經沒有了 我真的強烈推介大家聽聽聽 如果大家的英文水平都可以 可以聽聽聽 他請他上來做嘉賓 有他在實踐 不要 我很害怕 我想說另一件事 難道是Nike 不是 有一個嘉賓 我很想請 但不知道有沒有人認識他 如果有人聽眾認識他 你認識他最好 有一個人 他聲音很棒 是男的 我真的沒有興趣 看到你的樣子 不是 我在想 如果我說女生 很好身材 他會馬上 但我說 很身材 推咪 還坐在旁邊 穿小背心推咪 你無法專注 如果很身材 如果很身材 我講的那個 是一個男的 他英文好聽到爆 不只 他聲音很好聽 然後我分享了他的影片 是說 他說 如果很好J 英文要怎樣說 對 對 他聲音非常好聽 但我不知道他不肯見樣子 他的樣子 很想 我不知道 我想回覆他真人 因為他聲音真的很好J 你講哪個 叫做Uncle Seal 有的 有的 同聲蕭 我知道 我不想 整個屋都是蕭 蕭公子 是很有緣 但這個人的聲音真的很好聽 我真的去分享給你們聽 好 下次 他是用一個中文 他不想快交給你 不是啊 我說他是講一個廣東話的 例如 就是廣東話 你平時會有expression 他用英文怎樣去說 是有營養的 這100個年輕人都是做這件事 是 馬生相太遠 這個馬生太好J 好 我們 先去廣告 哈哈 好了 說回剛才廣告的問題 五秒鐘在路上轉一轉 有些字眼有些詞彙不止 譬如剛才我所說的 有些宴語有七個字 他已經包含了很多東西 整頁四個字包含了很多東西 更難了解消化 或者有些是語大相關 或語大相關 即是所有東西都曖昧 那些是偽誌 那些是機智 反而機智的東西 不太容易你了解 好了 還有一個問題 你要識舊字 你才可以看得到 裡面有些好文章 因為文章要識舊字 雖然香港有1500字 但有些詞語 真的有四個字都懂 但你不懂如何解釋 所以 北路南樓 大家都不懂解釋 我未聽過一個解釋 黃毓民經常用這個字 就是兄弟爬山 即是說 這個組織經過很長的奮鬥 很痛苦的經驗 才達到今天 所以 文字是困難的 所以 現在很多時候 如果是用到一個圖畫 或是用到一個影像 為何不用影像 用圖畫 去表達呢 這是我經常都說的 一個問題 你們可以看看 合不合的意見 我說 以前讀書 要作文 就是說 給你一句 你讀 給你一句 你作文 我說不是 你可以用圖畫作句 作文 換句話說話 就是 師生能不能容納 這個小孩畫一幅四格文化 你說一個很有意義的故事 算不算它是一個文章 我就認為算 問題是CG的問題 現在老師就未必製作 老師當然不製作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很困難地給分 還有其他同學 每個都是這樣 他只是頭很爆 因為他不是這樣 寫大 他是靠字 字相對能量化 我覺得是量化 就是說 他寫了一篇文章 或者畫了出來之後 你怎樣平分 到時候 家長就走過來了 陳之丫 就說 為什麼張太的兒子 會高分 還有人人看的東西 解讀也不同 這就是 圖像的解說 有一個問題 圖像解說 有一個問題 有一個所謂奇異的問題 大家不同 不同意思 我覺得沒有所謂 就是拍攝都是一個故事 因為最後都是影像 故事 你去做一個設計 做一個導演 最後 你就找一個設計 或一個劇場的人 將你這些文字的故事 變成畫面 然後你自己去拍攝 為什麼不是一個劇本 為什麼不是一個文章 有些很正的劇 或者很正的巧 是要透過文字 但有些要透過圖像 對 他不是限制到一個 但成功的戲劇 或者電影 他除了一些文字之外 那個人的眼神 當時的燈光 是 一些關門 還有當時的情景 你一天過山之後 跟那女生事外 他都不知道你說什麼 就是任何一個元素 都可以說到一個故事 我看到有一個 可能很多人在Facebook都看到 就是 一隻 一個老人家 跟他的狗 招職相對 然後 後來 那個老人家 就被人 好像暈倒了 被人推進醫院 那隻狗就在醫院門口 等等等等等等 等到第二天 那隻狗就起來 迎面過去 迎接那個 然後坐著輪椅 一個女人 原來 到最後 他出了一隻器官捐贈 好的 這個很好 講完故事 對 樣子都不同了 但一個的器官 泰國拍這些 真的最厲害 你剛才說的 也是泰國片 他們的語言 在全世界太不流通了 在全世界 所以他們用一個畫面 來講故事 是很成功的 很棒的 還有他們那邊的人 接受才行 你香港 我拍了一條片 已經被人禁止了九世 那時候 已經被人叫你離開了 不是 我們那時候 就希望你這樣 我講過另外一個 泰國的 這個都用了很多次 差不多比女王 很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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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逛了 逛街 後面發現有個 飛仔 追著他 跟著他 觀眾都開始替這個美女 擔心 又身材好 又漂亮 一路跟到後巷 挖頭路了 這個鏡頭一拍 這個死人臭飛 打個凸 不敢前進 人妖 不是 他的觀念是這個 但他怎樣表現呢 一個影 他拍著前面的女生 背著鏡頭 阿寧 在前面 阿寧 握著阿寧 你說用了很多次 真是阿寧 這個 看見他的水 就是這樣 射出來 在兩腿之間 嘩 這個馬路一見到 這個飛仔見到 走不及了 唉呀 然後鏡頭 偏向前面 原來這個 鼻淚是 拿著一瓶水 發開水 在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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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一個智力 來去 自退 自退了這個飛仔 好 我問回頭 如果一個人 將整件事 不是用口說 是用文字寫出來 你猜那個人接不接受呢 都未必有人接受 寫出來就不好笑 寫出來就不是機智 還有你剛才這樣說 我們應該也有一個畫面 在那裏 在那裏想著 那個力量是很大的 但我就是見到 我還是要去做 我就是見到現在 收貨的人 他們的對象 是絕對不受這套 仍然要看文字 那些所謂的故事 還是有故事才有故事 有故事 我接的工作 是那些 你說了這件事 出來這個規矩 拍一次就可以了 都要故事 對 故事不是文字 不是的 他們要畫公仔畫出場 不是的 他們要什麼都要 這個固然是 貪心 另外還要畫公仔畫出場 怕死 亦都是 tied down to 也是害怕 怕你到時出來 有些什麼 不再掌握之內 是 怕又是surprise 又或者你收那個錢 他要你包著做這些事情 他想你做多一點 做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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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經典的 你聽說 但我有一個 我看很多 有一個 他有幾格 畫面是超悶的 以香港的港女來講 畫面這麼悶 一定不行 雖然很悶 但他講到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我待會給你猜一下 看看這是什麼廣告 有四格閉路電視 開頭有四格 拍照馬路 四個不同的角度 公路 公路 突然間 鬆近一格 有一個車突然 突然間鬆了一格 到處彈 在公路上很危險 第二個鏡頭 就剛好彈到另一個位置 又拍照 更加有彈 很危險 又撞到那些車 在那些車欄上閃開 又撞不到那些車 因為那些是貨櫃車的車 哇 接著 撞到燈柱 就打了一轉 剛剛那個車又剛剛到 第四格 進回那個車 車繼續走 你玩什麼 經常只有車 只有車 但是你知不知道賣什麼 賣個車 賣個車 不是 是賣保險公司 哦 哪有人這麼幸運 哇 好厲害 就是 那三格 都經過了所有的 每一下撞到也有意外 不是炒車被那輪撞死 這個就是 這個刺激 你猜不到 是啊 這個好 大股人那些 那些創意真的很厲害 在這方面 不用一句話都不用說 最後就告訴你 我賣保險 哪有人這麼幸運 對 真的 很簡單 真的 因為那個 所謂的 震撼力 馬上出來了 你一定記得 你一定記得 你們上班會說 還有一個最近 又是泰國很好的 大家都應該見過 在Facebook 就是一個肥老爸 拖著個媽媽 即是他老婆 還有肥仔 他的兒子 他的兒子應該是 六歲 差不多 就去一間 疑似香港的百老匯 或者封閘 就要買一個iPad 那個受訪員就說 好啊 姓慧多少錢 然後就問他 先生 你兒子多大啊 然後他說 我兒子今年五歲 麻煩你七年之後來拿 然後我爸爸已經扯火了 那一刻你見到他做什麼 然後就說 因為現在這段時間 是他成長的時間 就很需要跟家人的相處 溝通 互相了解 這段時間多些關懷 他去到那個年紀 十二歲就適合用iPad 然後他越說 當然那個肥仔很好戲 你見到他的樣子 從扯火開始慢慢嘗嘗嘗嘗嘗 嘗到覺得慚愧 嗯 即是覺得 就是過程 是的 你見到過程 然後媽媽的表情 又不聞不問 到開始覺得 是的 我想多點陪他兒子 這樣 然後他到最後 就是一個punch line 就是說 我們只會推介 最適合你的診法 又是一個 又是很好 但是香港真的不可以 那些女士 就是坐那個位的那個 因為他都不會認同 因為他都遇到這個問題 每天都 就是他 他勾勾給兒子 又要學台拳 又要舞刀龍劍 這樣 但是他明知道對兒子沒有用的 但是他的壓力實在太大了 那些同輩呢 就是其他那些同學仔 鬥學得多 然後希望考到他的名校 這樣 很好 那其實呢 這個也是一個傳統 因為中國被這個科學制度 搞了大約接近千多年 是不是中國才有這個制度 唐朝開始 徐唐開始 這個制度 日本人也學 日本人是學中國的 越南也是 越南也是學中國的 我看中華文化影響的周邊國家 都是學中國的 朝鮮也是 朝鮮也是 所以你說是否中國發明呢 事實上也是 但問題是這個 用一個什麼的媒體呢 用什麼的傳媒呢 就是智 智 以前說 唯有讀書高 為什麼讀書高呢 因為你只能夠用民智 有權力 身水也不是最重要 你考到科舉 你有權力 你只能夠在權力 那個圈裡面 即朝廷裡面 做到官 做到官 你才可以有水 對 沒錯 但是無毒有偶 我們聽說 周邊國家 除了日本之外 其他那些 都是全世界最沒有創意的國家 韓國現在都不是 韓國比較狀義 全部都是別人的東西 他有沒有發明 你說 有 講 但我說的你不會 你說的很難 你說的很難 我說的女人化妝品 護膚品 當然不是發明 其實日本一早已經有了 不是 我知道 但我想不是 例如CCCream 或BBCream 是韓國什麼的 他帶領風騷的 是嗎 是窩牛精華 也帶領風騷的 蛇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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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蛇毒風毒 但其實這些未必是他發明 還有 你說未必是他發明 你說原材料 哎呀 古埃及都已經在用 但做得好 他將它發揚 光大 那有一件事 我要說 他那個銷售的技術 是 你說他沒有創意 我可以給你一個例子 我給你多過一個 就是 他在 我先說化妝品 我免得亂 化妝品那裏 就是 一向日本人學了美國 歐美那一套 就是你買一支 就是一支 是吧 他們的組合 他就是 你買一支 然後他扔了一堆 給那一支的價錢 就買了那一堆 而每個月的包裝 它的組合都不同 現在你說歐美有沒有做這些 有 那些叫做GWP Give with Purchase 但是呢 它是說你買滿680元 送這套東西 但是韓國那些 它整個拌道這樣做 一月禮品莊 二月禮品莊 接著 他們賣的方法 還有它的margin 它縮到很低 就是 所有的很低 都在說幾十倍 比起歐美那些 是幾百倍 大件夾底值 它完全掌握到 人的消費心理 第一 第二 就是 第二個創意例子 就是 我覺得這些不算創意 不是 對我們來講 行內人來說 我們覺得很顛覆 是 很誇張的 就是他們整個做法 是不跟幾百年來 那個銷售模式 嗯 好了 第二那個就是 搭地鐵 嗯 他們呢 因為又是房地產價格很貴 那麼呢 他們就在地鐵裏 整了 好像玻璃幕牆 就是他們的安全 列車未駛進來之前 沒有玻璃幕 是 它在玻璃幕那裏 全部秉了 整了好像超市那些 層架 貨架 那你說 我看到它買不到架 你又不可以在那裏 沒錯 香港也有 對 但是他們做了很多 之後 然後 你就把他們付錢 送貨 所以用那個QR Code QR Code QR Code 這個也是 小小東西 那間Tesla 那些是創作 嗯 有些呢 一個不同 之前那個世界的東西 有些很難說 即你的創新 這個也是創作 例如德國這樣 現在有見 那些人是否在網地 看完電話 做人 於是 現在把紅綠燈放在地下 對 即是 讓你知道 如果不是 那些人不會 那些人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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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馬路之前 你已經看到是 綠燈和紅燈 那你也要被車撞 那麽 那也沒問題 這個其實 它的創意是來自 保險公司 不用陪那麼多 那你說 這是不是創意 我認為也是 這些算是大 但是這些不是很大的 不是說改變成世界的創意 其實某程度 改變世界的幅度 是小一點 例如你化妝品 其實 它改變世界也很多 事實上 但是那些創意 化妝品 這件事 這件事的改進 不是創作 譬如日本人也很厲害 但我認為日本也不是說創作是最厲害 但是你剛才說過幾個受中國影響的國家 日本是比較脫離最多 是 因為他們 我剛才思考過 就是 其實日本 很多香港人 對日本人 那些發明的評語 都是恥笑的 化學 不是化學 是說無聊 是嗎 譬如大食 狂食物 那麽無聊 譬如以前出過一本書 就是十種最無聊的發明 是 吸著頭 因為 中間睡覺 整個頸 吸著地鐵塊玻璃 其實表面上看 很無聊 但是背後衍生了多少 其實是一個 影響了很多人的思維 發覺這也是市場 很多人就可以創作另一種東西 針對這個問題 所有的發明 都是因為現實的不滿 才衍生出來 即是法國人 拿著地拖 或者抹地 或者拿著掃把 來掃地 是很麻煩的 於是發明了 拖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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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走 一邊掃地 一邊掃地 不會 不會 這些是否 它叫無用的發明 但是多有創意 但它能夠吸引到另外一些人 因為它顯示了有這個需要 那個就是商家的市場 你表面上看它好像很無聊 但它無聊裡面有哲學在裡面 它解決了問題 反而是實用性 它是否真的 改變了很多人生命 不是這樣 但是我在Facebook上 我都看到一些很誇張的發明 很誇張 例如什麼 例如很無聊的 例如英國或美國 我忘記了 某一間大學 發明了完美的藍 什麼藍色的藍 Blue The Perfect Blue 怎麼樣呢 因為我看了一篇文 原來自古以來 畫家很喜歡用藍色 藍色是最貴的顏色 因為是自然的 難開彩 難溝 難找到它 以前 中世紀 他們畫的藍色 是阿富汗 沒錯 青金石 是礦質 是礦質 是磨磨磨磨 你知道他們還要攀單摺水 然後中間又有土匪 又有牆 很多 然後船運又會複茫 只有N種意外發生 所以在最後 他們手上 例如文藝福氣 很珍貴 很珍貴 只有用上去 例如聖母的衣服 小小的藍色 就是小小藍色 比如寶珠 對 牠有小小藍色 也有說 中世紀的畫家 很喜歡用藍色 用到牠是傾家蕩產 到最後要自殺 後來一些人用科技發明 工業革命後 已經有人做藍色 但大家發現 為什麼那隻藍色是藍 真的很藍 但為什麼跟以前那隻有分別呢 為什麼似乎以前那隻比較漂亮呢 是不是現在的人覺得以前黑膠唱點比較好聽 沒有理由的 其實是兩樣不同的東西 但後來的人現在就知道發生什麼事 原來你混合完美的藍 為什麼不及當天天然礦物的藍 因為青金石這種礦物裏面有其他的元素 有些會折射光線的元素 藍色不就很生命力 但你現在純粹是藍色的藍 它就是色素上的藍 它就不是有生命的藍 沒錯 它沒有層次的藍 因為本身是兩樣不同的物料 但其實這又回到我們今天的話題 其實我們用文字 其實真的損失很多文字以外的東西 還是顏色這個形容呢 我們說來講是十種色 用白口來講 甚至是甚麼混甚麼 青藍 青綠 起碼加上詞彙 但愛斯基摩人 或者維京人 他們對白色的顏色 他們形容詞很多 你在哪裏會見到呢 例如ICI七友 雪中色影的系列 它全部的文字都是歐洲維京人的文字 以前是瑞典 還是不知甚麼 ICI哪裏出的 總之一個歐洲的文字 它只是白色 每種白色都有不同的名字 香港亦強硬說它是甚麼湖水白 珍珠白 即是強硬要拿另一種東西來塗下去 即是證明了 因為當時那些人的生活 他不是用文字來形容顏色的時候 那裏面有很多種 即是用土話來講得出那種是甚麼顏色 他用了文字來代表了他的意思 最唯一的意思 因為他不唯一就死了 不唯一就變成大家沒有一個共同的語言 去定位 定位的意思是甚麼 但如果用一個共同的語言 這樣就只能夠越整越合責 他不會有新創意 我又想過 是不是一個大野心家 最喜歡將這些東西統一 例如秦始皇 很多人都稱讚他 說將甚麼統一統一 你聽到現在的親建制的朋友 他都覺得獨裁是最好的 你在議會裡吵一招一招 當然是大陸多好 一拳定陰 起水霸就起水霸 即是有些人會認為這樣比較好 這樣會有效率一點 是的 沒錯 但我覺得這只是一個圈套 他就是靠這些東西來滿足自己的私慾 而將這些東西統一 這個又是另一個做法 另一個想法 逢是要獨裁和要人服從 其實是來源自軍隊 是軍隊的本質 因為如果打仗不能夠統一要服從 永遠打不成 永遠打仗會輸的 為甚麼那些兵呢 士兵呢 或是吸一吸的將軍 要服從性很強 要服從性很強 叫你去打 你只要去 你去到不打 你就是違反軍紀 槍斃你 打輸仗也要死 是的 你想想那個命令要打贏槍 為甚麼要打輸仗 所以其實這個背後是人運用的權力 還有運用戰爭的情況 所以很希望有一個鬥爭 有一個戰爭 所以看看 鄰近地區 例如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為甚麼要搞亂 很簡單 你搞亂了就要軍法管理 軍管 軍管 還要服從 要有一個極端的服從性 不過他就不是 現在我們說的 他是模仿軍隊的服從性 我經常都說 他們那些是很下三藍 三腳貓的手段 永遠都是營造一個共同敵人 去團結內部 永遠有個假想 這個在農村那裏就行 很多地方 北韓就行 北韓就一定要 使到整個國家 陷入一個恐懼 人人都恐懼 我怕你們怕我 很簡單 邪教都是這樣 邪教都是這樣 很簡單 你看一下 他的軍隊 還有總統 還有元帥 他一天都會穿軍服 他周圍圍著那些人 你沒有見到文章 全部是軍章 還要帶上全部材料 聖木仔的團章 他為何要這樣表達呢 這個表達就是 他們是服從 這個文化的含意就是服從 服從者 就是說 我聽完你的話 聽完你的話 那個世界 自然為我獨尊 但是不是聽完你說 這個國家或這個地方 就會世界強國 變成最厲害的國家 他自己就覺得是 全世界都在笑他 但最近那個國 領袖穿普通中山莊的 他不是穿軍裝 不是說北韓 他不是穿軍裝 但是他除了你剛才說的 他還有超然於那些人穿軍裝 其實他那件衣服其實是軍裝 是軍裝 為什麼呢 你看看我們的主席 他都不是軍人 他是軍委會主席 軍委會主席 軍委會主席也是穿中山莊 他當作這個是一個表達 可能呢 鄉中人還有一種感覺 就是民官贏了老官 民官贏老官 哦 OK 那所以呢 剛才回覆了一個叫Kent Choi的朋友 我真的很不認同 因為我現在看不回 他看的意思就是說 那些不看書的人 因為他不喜歡思考 你先說一下 他說不喜歡看書的人 因為他懶不喜歡思考 我真的要抗辯一下 我不看書 因為我看書有很大問題 因為我看書都要想 逐句想 才會過到下一行 就是我習慣 即是他的反應沒那麼快 即是我每一句都要想 所以我看一本書很浪費時間 所以我看一本書 可能看半年 因為我很少看書 但會不會看一看會快了 沒有的 因為我要想通才能過關 但這個可能是一個訓練過程 不知道 總之所以我覺得很累 我想回答那位朋友 即是我想他 你不要把自己的 認為看書就等於思考 是套在任何人那裏 因為我很喜歡思考 但我不喜歡看書 還有思考 不是因為看到書 或者看到文字 最重要是說到 reading 不是只是文字 沒錯 你看到圖像 或者看到影像 這些都是可以思考的 換句話說 你剛才跟我說 你想看某套電影 為什麼呢 你想看他 說什麼思考 什麼問題 所以 也會引致到你有思考 很多電影 或者影片 我們都覺得他好看 或者我們欣賞他 大師的作品 為什麼呢 因為他都給予很多思考空間 這個不是一定文字 以前的傳統 很多時候都是文字 給予多一個思考空間 但現在這個世界 因為傳播的能力強大很多 即是多了幾種媒體 是的 傳播媒介 以前有東西不會畫畫 給你看 不會給畫柴 一定是印成書 他只能透過文字 如果不是透過文字 就覺得你那些下三藍 那些不值錢 春公圖 那時候春公圖很重要 因為 指導 因為自追不到 不是指導作用 以前的人很容易追 你猜這麼多刺激 因為那個老爸老母 很難啟齒 那樣教女兒 那晚洞房 於是 就把春公圖 給一個籠底 讓她陪駕 那女兒 看到那些必定會好奇 看兩看 看兩看便懂事 不用教 媽媽難道教到出校 所以一樣是用圖像 來表達 現在可能 我媽媽交下四兒子 給她 現在不用教大 在學校已經在傳 小學已經在看 手機已經看到 嘩,很棒 對 等於我的孫子十歲的時候 那些女性 就跟我說 她的校都教這些 你公公 有空跟她說 我說 我們要說 她說 公公 你認識的東西我都認識了 不用說 哈哈哈哈 很直接 我當場面都沒有 是 所以其實 這個世界 很簡單 就是 不要把 reading 不要把吸收知識 限於一面 是 那 reading 不是一面 但是 我現在又要站在 Be the devil's advocate 在另外一面 對 如果不是太同質化 沒錯 要討論 其實我又覺得 有機會 有機會 啊 做什麼 對不起 文字 它是有一個 特別的功能 有 當然 為什麼呢 我看過一個說法 就是說 素毒 以前 大家不認同 科舉制度 因為她實在 太過殘忍了 而且 她到最後 篩選的過程 又不透明 不公道 不公道 又沒有女孩子去的 又是主考官 說了事 這些 我們先不要理他 我們先撇開他 我們說一下 以前那個 博博齋 培訓的過程 就是 她不求甚解 嗯 唸口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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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事情是不合理的 過時的 但是呢 你看回頭 他是不是完全不可取呢 嗯 為什麼以前的人 有出這麼多 所謂的神童啊 嗯 六歲又可以寫詩 跟著又可以 表達能力這麼高 看回我們自己 所謂的 uncle那一代 那些 六十幾歲的那些 他們的 語文能力 真的高很多 不論是中英文 是的 或者看回他 他當年追求 伯母的那些情信 又很唔 是啊 不懂寫的 我好唔你啊 我很喜歡你啊 不用的 現在的 流行曲 流行曲都沒有 沒有手夠以前寫得好 是啊 為什麼呢 流行曲 起碼你可以說是填詞人 是啊 他有文化水平 但我們說的是 就是這樣掃人 掃人 uncle追求伯母的時候 都不夠好 寫那封信 都已經覺得 嘩死了 給我收到馬上嫁 但是為什麼現在的人 是不是我們拼除了 不要了這個填鴨式教育之後 反而其實語文能力是倒退了呢 我們駕語文字的能力 沒有以前那麼強呢 那我就看過 關於素讀的培訓 他講他的好處 他就說 小朋友其實在十歲之前 腦子好像海綿一樣 他不停這樣吸收 吸收 他沒有去到解讀那部分 因為他對世界的認知 未足夠 他其實未懂得去解釋 跳去解釋那部分 但他反而這個時候 他不斷地吸收 一些人都是這樣的 你是吃了下去才消化的 你不是要在口裡消化的 有些可以 在黏膜裡消化 吸收到的 但不是大部份 你是吃了下去 咬完下去 下去才消化的 其實人的腦子也是這樣的 小朋友的腦子也是這樣的 你要摺摺摺摺到他夠了 然後他慢慢 和世界裡 每天的互動裡 他會求到一個解釋 所以他就有個說法 以前一直都說 書讀百變 奇異自見 即你不停這樣 重複一件事 你自己會 建立了理解 他沒有畫面 以前 連鬥號句號都沒有 看到你崩潰的那些古書 但他就是要你自己 去建立你的理解能力 其實我也很喜歡這件事 我覺得與其是插圖書 畫了公仔 你告訴我 是怎樣 你畫出來 那個是你畫的 沒錯 原因就是 為什麼有些人說 看小說 比看電影 或者看電視 原因就是 你留回思想空間給自己 無論你恐怖片 你嚇自己 最嚇到自己 就是你自己 用你自己的方法去嚇自己 但是 別人的方法 可能你真的 read不到 或者他不夠恐怖 那你就不會那麼害怕 所以看書 你就就著自己的程度 就去 將那個書裏面的訊息 告訴自己 對 對 所以是最精彩的 因為適合了你自己 但是 我剛才 細心聽你說的幾個點 我覺得小孩子 學那些東西 即你說 很小的時候 就能夠理解力很強 文才很好 但是 不是因為 字 他表達能力才強 只不過 那個人很聰明 吸收到字 他就用字 能夠表達得強 那不是代表 不看字 那個人不能夠表達 可能是眼神 身體語言 他拿一些東西出來 裝吐 拿一些好處都有 你小孩子的能力 你要不要留意 他根本不用說 我認識朋友 那些小孩子 已經是 兩個姐妹 有一個想 經常都拿得好 原因就是 他懂得苦肉計 那他沒有學過 只不過他聰明一點 我覺得 小孩子 人的成長 你說海綿是對的 但是 你給他什麼 他能夠將什麼 如果你是聰明 轉數快的話 你就可以把那些東西發揮 這樣 那就不應該說 有文字 令到他這樣 但是 其實 在中國 裡面 即是 文字 是最主流的 表達 或者是 傳遞知識 在中國 那時候 沒有綠像 但是 中國有 畫像 有圖像 你看回歷年 在中國裡面 的畫 中國畫 影響到世界 譬如 東方 日本 韓國 俄羅斯 俄羅斯 你看看 原來 他一樣 給了一個 我們叫做 警戒 一個警戒人 這個 用文字 永遠寫不住 看一幅好的畫 一幅正的畫 為什麼他現在 拍賣成億 鬼佬傻 賣你成億人 他不要買 畢加索 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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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他的工藝 或者 他那個 畫的表達 都還是 比如用量化 講錢 或者不要講量化 講欣賞指數 你都會感覺到 他一直下來 那些人 都是給了一個 用圖像 可以 傳遞了 警戒的方式 所以 中國也不是完全沒有 用圖像表達 不過 陰功 圖像 壟斷了 文字 壟斷了 文字 很簡單 就是考科學舉 沒有畫幅畫 沒有畫幅畫 怎麼畫幅畫 不過你剛才說的畫 藝術品 有一個看法 其實藝術品 在現代社會 怎麼賣到貴 其實不是 其中 你說的是一個元素 最大的元素 就是配合一個故事 而那個故事 也不是文字 不是文字 對 沒錯 譬如你現在說 Andy Warhol 我真的覺得很垃圾 我不想想 毛澤東 原來這個故事 很精彩 他怎樣發跡 這個人 怎樣用一些很低成本 又沒什麼創意 又臨無人家的東西 而做到臨無出來又不同了 都是卡丁毅萍 一邊老吹二十四吹 到現在上了神台 我覺得我膚淺 但我的確覺得是這樣 但真的 這個東西完全是 完全是 因為 但給錢的那個不覺得 經常都說 When there is a great brand there is a great story 沒錯 所以我說護膚品來說 哇 賣到很貴 跟著強國 不停地買 受人醃 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科學家 自己做實驗的時候 燒爆了臉 然後塗到自己變成帥哥 不是 那個不是燒爆臉 是太空人曬傷了 不是 另外一個 實驗是那個sorry 然後做實驗的時候 就爆了 然後爛了 不知道幾多級燒傷 那樣 然後呢 自己做了一支霜 為了研發 修復 然後現在就沒事 帥哥 大哥你講而已 你知不知道 人家拿了一支霜 出來化驗了 他跟另一種藥是一樣的 喂 我在這裡有疊 不如你試一下 做到我的藥 沒有了 鵝羅納蠅 我知道 我不是買俄羅納蠅 所以 我不是怕俄羅納蠅 有一個宣傳 有一個宣傳 對 配有一個故事 就是一個故事 真的 買一個故事 你知不知道 很多年前 2000年後 在台灣 有很多的時裝雜誌 有一個故事 你知道那個東西 賣到 是排隊 接著要搭人 搶購一空 要等幾年 你知道是什麼故事嗎 就說 老婆有一天 我又想在你家 不是呀 照鏡 驚嘆自己連華腦去 然後很擔心 會失去老公的恩寵 然後 那個老公從旁 留意到老婆的一種擔心 接著老公就戳巨肢 買了自己的所有東西 私底下 找科學家去研究 一個能夠逆寧回春的面霜 哇 這個故事 很感人的愛情故事 是很感人的愛情故事 那是吃麵工 當然是成功 買到瘋了 這個故事就是 令她買到瘋了 買到瘋了 因為是女人都受的 創作故事很厲害 沒錯 人們往往都是受這些花招 扭轉了價值 中國還有一件事 是世界不會那麼強 我還未去你的話題之前 我再補充多兩句 因為你的受眾是女人 而女人是最受這些 感性的 對 你說有多少女人 會看科學報告 到底這支面箱 你憑什麼收我 六千八元 或者你現在標萬八 頂你的肺 你憑什麼值 你是有什麼 有什麼R&D 就是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有什麼Breakthrough 有幾多個PATON 你的PATON 不是各個像你那樣的 沒有人是這樣的 沒有人 他只是買一個故事 或者朋友說好用 是這樣的 你的故事 本身已經是值回票價 我便試一下 起碼試一下 但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試試一下 就真的變假變真 假作真是真是假 這是向人類的智慧挑戰 是啊 沒有辦法 不能夠覺得 其實人家讀得多 都沒什麼用 因為很多幫助 他們讀得很多書 沒錯 中國人的表達能力 不只是文字 不只是寫字 我剛才說了 有意境 還有一件事 世界上不是那麼多人 那麼普遍 這就是書法 日本人很喜歡書法 中國的書法 其實是一個藝術 一個美態 這個美態 有 鬼佬也有 CBC也有 鬼佬書法 鬼佬書法 跟中國書法比 就差得遠 中國書法有 楷書 有遞書 有行書 有草書 其實英文也有 英文也有很多 他不是草到這麼瘋 分別就是 英文也在隔內 但是中文的草書 就是離開了 草到你 和畫之間 不用了 你只看醫生開藥方 已經明白 那就是英文草書 我經常覺得 病醫不好 是否因為護士體 沒有收藥 還有 他的草書 不是騙 不是美術 這些草書 例如書法家寫的草書 可能 當時不是專門寫草書 而他快快取消 寫完 現在有個叫做 快情碟 其實是一封信 他寫完給老友 現在 人們拿出來 就覺得 沒得了 是一個 很美學的作品 一個王羲之 難停聚 沒有人見過 真的 我真的想見一下 沒有人見過 唐太宗拿去墳墓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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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書法 譬如那些草書 譬如 十萬火急 他寫得了些 用這個方法 令對方覺得你很急 其實是否因為這樣 不是 他是 扮東西 我以為真的有用 這個世界裡有一件事叫草書 草書 其實是一個階級的觀念 對我來說 為什麼呢 我和你 是不懂寫草書 是 或者你讀了三 或者寫那些人以為是草書 不是 草書是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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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 格式 是 不用寫草書 是 我們是不懂寫草書 寫到草書 人們會覺得 你真是 有學問 有料到 寫草書 寫草書出來 你那封信很棒 剛才你說 寫得好的赤讀 還要用行書寫給你 還要用行書寫給你 還要是書法的 用毛筆寫給你 你馬上嫁掉 立即嫁掉 這是不是一個 他之後滾一回事 不管 這是不是一個權力 這是不是一個階級 是 就是 借了那些東西 來利用了 他來拿些好東西 其實這也是一種 表達量 我又不相信 那個適寫草書 或行書 那個才高八斗 未必 而且更加不代表 他是一個好男人 他穿得很好 原本是一個誤會 是美麗的誤會 但他只是代表什麼 他只是代表 這個人有花過這個心機 時間 精神下去 這個誤會 到現在都很難 最簡單的一個就是 宋廢宗 他自己寫字 寫得漂亮 有一個叫秀金題 就是全中國說 這是一種很創新的書法 國寶 現在國寶 他說那些雀仔 或那些花鳥 沒得頂 不是等於 他是一個非常適當的皇帝 他是一個亡國之君 是 雖到沒有 成康子就是他 他和他兒子 是吧 差不多亡了北宋 搞到全中國大亂 亡在金人手上 這個人 怎算是一個好皇帝 但他書法是世界最好的 頭錯胎 其實那些女士 有一個感性 以為一廂情願 那些字真的很有文才 可能你三、二、三十年前 就沒有走過 波蘭街 波蘭街那些人 都寫著漂亮的 飛起 但他收二十元 過二、三十年字 我幾歲 玩笑 你如果想漂亮的字 你去找寫信佬 一定寫得好 我不是說 最近台灣有一個兩個字的人 有個難言啊 西灣 不是啊 兩個字 猜名 他是書法達人 你知道他做Facebook Live 錄著他 只是拍他寫字 是全世界 平息以待 天分真的很厲害 但那些字不是天分 那些字是靚得崩潰 還不是天分 不是天分 他是粗的 神經病 十個人粗 十個都這麼漂亮嗎 難道你聽我說 他是自小 他的故事 又是有個美麗的故事 在背後 就是你總是要信念 那些故事 不是他就說 小時候 那些同學的字很漂亮 那樣 那我就不抵得別人的字很漂亮 那我就天天 譬如 給兩、三個小時 自己在那裡練字 嘩 但是我撐了 那些字真漂亮 其實我覺得 有天分的人 經常都說這些 就是傷害別人的說話 你聽我說 我現在要說一句 這個不是傷害別人 因為 但是工作在我身上 因為為什麼呢 我煮東西 比如說我煮東西 我有沒有天分 我有 但是呢 我為了一說前史 是什麼事呢 就是 我很簡單的 我不服氣 我不服氣 一個人說過我一個菜 例如蝦麵 他說我的蝦麵不行 我很不服氣 那我就死想難想 死事難事 試到我覺得很好吃 是人吃了都說 回不了頭 我要這樣 你明白嗎 但是 你知道我的目的是什麼 我就是報仇 但煮東西都是科學 然後呢 我就是要那個人 當日給你 劉天使 吃給我看 不是 你說我蝦麵不行 我就是要你 踩完我之後 你之後這麼多年 在這麼多個朋友 口中都聽到 喂 不是喔 Pam的蝦麵很好吃 很好吃 很好吃 但是你知道 你不會再回頭 因為我不會再理你 就算你現在說 我給你五千塊 你煮一碟給我試 我都不會 果然思願 沒錯 我就是要這樣 女方丈 那我的動力是什麼 我的動力就是 我要你 怎樣聽到 很想試 因為你當然聽到這麼厲害 你當日說不行 你說很差 但有些人隨便說不行 那你很想試 但你現在沒得試 阿姐不肯鬆你 你明白嗎 我就是為了這樣 那就是我的動力 我聽到為什麼說 你 但那些人我相信 他真的有操的 不是操的 我意思是 十條人 可能令那些人操得比他更加厲害 但都寫不到他這麼厲害 這些關係什麼 跟天分怎麼會沒有關係 有關係的 藝術呢 必定有很大份關係 很大 還要有一點內心 慢慢練習 寫字 必定是 因為我們以前老爸 經常說這句給我聽 他說 智慕百日功 因為這個 在古代的科學局裡面 有一件事很可憐 剛才你說了很多不正確 其中一個不正確 就是 皇帝不喜歡 最後字 即是人字 對 人字未必喜歡 你的名字 可能不喜歡 所以那年劉春林搞定 即是不喜歡那個春字 不 因為那年大漢 現在有個叫 春林 希望借一些椅子下雨 真的下雨 他就發達了 第二 他的字 很多人說 寫字 就張 雖然 每個人都寫正解 不能寫草書 就不知道了 但是 即使是這樣 也有 美麗不美麗 工整不工整 那個 又是給分的 皇帝喜歡不喜歡 給分的標準 所以那些人一定要 考科學 你寫不到的字 有一半你都不著數 所以呢 是需要練的 經常練 不寫字 我們說一句 事官在這裡 很少說出口 但你寫的可以勾寫 以及可以用心寫的 有些人 你說他是有寫 他有練的 被老母子逼的那些 他真的坐在那裡寫兩小時 但他真的是勾寫的 因為什麼寫得好的 反應過了兩個小時 那些都是那個人的態度 但是態度 正確 譬如我剛才說的 台灣那個人 因為他 他不只是寫一種字體 他寫很多種不同的字體 很多種不同的筆 怎麼會跪下來 看到這些字的美麗 你就知道他真的有個心 是想做好這件事 即是他的過程裡面 他寫得這樣 他覺得看上去不夠美 怎樣可以美一點 即是精神和態度 這一種精神和態度 就是在鄰近地區 這個所謂的炎黃子孫身上 是很有可能的 日本人就是有這種心 他每一件事 他學了回來 你不要理會他抄理 也好 他有心願做得比你更好 我有件事 真的要跟大家分享 書法的東西 我也有一手 不要這樣 只是開玩笑 我接到一個工作 就是寫電影海報 你是不是想說我 幫你寫了幾個字 沒錯 因為我的字很難看 聽眾 本來你有機會看到我手指 不是 但這條子沒有用 不是 被人彈了鐘 不是吧 我的字這麼漂亮 都被人彈了鐘 因為你隨便寫 你找原子筆 我再裝多一次 改變好 不夠時間 趕下距離 找人寫 我明知道自己的字很重要 我找很多朋友 包括找你姐姐 然後你又勾寫 找原子筆寫了 都漂亮的 但要毛筆那些 要一些筋 誰知道 哎呀大禍了 還有兩天就距離 幫我寫一個人 寫又發脾氣 每個客人都不要 要視乎我 用我自己的小智慧 解決了什麼 其實是 Sara 彈了一條連結給我 這裏沒有一個 書法生成器 現在網上沒有一個 書法生成器 你說知道你什麼事 你寫了之後 你打下去 你選幾十種字 給你選 那我就揉合了 我用我自己的 那個sense 去裝 就是選幾種不同的字體 裝到整個字 有個構圖 那你就 哇這個好漂亮 好多 你寫的 當然不是 又是那些沒有sense 那些阿炳 不是啊 就是構圖 我知道 電腦生成 電腦生成 其實它沒有Live 不是 它是原本的真書法來的 是 但是那些人寫了下去 就你在網上 接一個 即是一個table 給你選 不是我明白 我想說的就是 剛才我講的藍色的道理 你明白嗎 即後來大學混出來 一定是最完美的藍色 為什麼它比不起當年 這個 因為那個就是不完美 因為很多不同元素 對 青金石 反而它不是pure 它反而是完美 居然 因為它有生命 剛才你說的表達 無論你是畫 或者是寫字 這些藝術 或者是其他音樂 都是 一定它本身的創作裏面 有一種chatter 一種性格 就現在剛才你說的 可能就是以前 某些人王希之的字 集了在這裏 或者是一些名書 或家寫過的字 將它插出來 然後呢 你再說的 這個字 一種字體 可能是很漂亮 因為它是 很工整 集了出來 集了出來之後 加上最漂亮的 但你排成一個行器 排成一篇 它就沒有角色 最重要的是 人們欣賞 為什麼不是一個字 是成篇 因為那個又是另一個技巧 對 那是構圖 寫的時候有沒有行器 寫的時候有沒有性格 你有沒有跟那個故事 大江東去浪圖盡 你有沒有寫到那個大江東去浪圖盡 這個那個氣派出來 這個很重要 所以這個也是 我們講到今天的題目 就是不是reading 不是閱讀 就是閱讀那個文字 就算這個文字 大江東去浪圖盡 大家都知道 這是一個一手腕光雄的詞 但是最重要是欣賞它 不是欣賞字 是欣賞氣派 氣勢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表達 這個表達就是 使得那些看的人 受眾 覺得你能夠分享到 能夠分享到 有感染力 他那時候的感受 其實我想起一個例子 就是整容 有一個實驗 你知道鄰近地區 很喜歡整容 現在很流行 喜歡范冰冰的眼睛 然後李冰冰的下巴 誰的嘴唇 誰的拳骨 但試過有人這樣撿 怎麼寫 不是因為有比例 還有距離 正如字畫一樣 剛才我撿了一些東西回來 其實我撿了回來之後 我全都改了 譬如那個字的斜度也不同 這個拳就更多出來 我這時候 我最後看的那個人 是我收貨才行 就不是說貼下去 那你要講鄰近地區 或者是那種態度的人 就是拋了下去就算 就是 他一末買過 這個王熙茲的字 你都說不漂亮 他都沒有放到一個氣質 沒有放到一個訊息 這個現在我們所說 不只是文字有訊息給我們 畫也有訊息給我們 書法也有訊息給我們 讀書的東西就是這些 甚至乎 現在西方來說 建築也是一個訊息 跳舞也有訊息 音樂也有訊息 所以 中國人有一個問題 為何會這麼多年 都發展不到藝術 因為他已經集中了 只有一件事 那件事就是寫文字 寫好的文字 寫好 以前考試著的順利那本 八股文 但是鬼佬自從希臘 他有些所謂七種藝術 現在八種 計算八種藝術 每一個藝術本身 都是發揮人的思想 和表達的能力 所以有這麼多建築 本身的建築就是一個表達 西班牙還要拿手 在建築物設計上 想出一些別的民族沒有的東西 很厲害 還有我剛才講的 還有我剛才講的 要不要喝一杯清水 不用 忘了說到哪一套 西班牙 就是他的性家堂 他根本就是一個 不知道等到什麼時候 他把不同年份的東西 放進去 這件藝術品 至於藝術品 他是改變了所有人 他沒有美感的 或者是你不懂得欣賞的 這是藝術品 我剛才講的 聖家堂的例子 就是把當年 一個時間線 一個年代不同 用什麼物料的 什麼美感 什麼價值 即是到今篇 放進去 只有一條錄音帶 這種藝術方法 是行為藝術的方法 行為藝術就是要表達這個 在同一個藝術品 未必你看到 幾百年發生的 所以這個世界 不只是靠科具考試 那個建築師 或者那個畫家 或者那個雕塑家 等等等等 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狀元 都可以出人頭地 而且賺到很多錢 有些佛羅倫斯 大家去過就知道 全佛羅倫斯都是教堂 都是橋 都是藝術品 就是那些人 透過這些藝術品 表達自己 不只是靠文章 來表達自己 但我們不要 skip 最重要的部分 在背後有金主 當年是真的有大金主 去支持這些人 金主 現在北面有很多金主 但金主很容易做的 你懂得做金主 才能夠發揮到你的金 不懂得做金主 才能夠租賊到你的金 他們不會想這些 首先是 以前的金主 他們真的會尊重 文藝復興 之所以會復興 是因為有 Midici Family 但別人是因為 他真心地 喜歡這件事 他擁護這件事 他不介意追求 豪洗萬金下去 但今時今日 你說鄰近地的土豪 是很有錢 但可能他會買房地產 他會投資一些更加會升值的東西 或者投資電影 他的電影要你說些 等於用一槍指著你 給不給飯你吃 你一定要拍電影 的Message是說些什麼 這樣才肯收貨 如果你要走去掃 你可能有生命危險 任何事情都是 今天的金主是這樣的 我們說最奏忌 就是給沒有藝術 或者沒有有意思的人 去掌握了這種權力 給了這些權力 他們拿上這個藝術 或者這件事 就自然悶惑了 不用想 一定悶惑 這跟地區的價值觀有關 當一些人認為 錢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可以解決所有的人 可以買到任何人的才華 現在正正就是今天的寫照 所以你在香港或鄰近國家 哪有藝術品 那些所謂的工藝就很多 因為工藝就是指著 叫二十元 你幫我畫一隻字 那些叫工藝 寫得很漂亮 那個人有貼在衣服上 就當是時裝 現在那些人是買回來的 因為藝術本身就是混元天成 就是表達到你當時 任何一個文化 或者你的人 或者你的心情 或者天氣 任何東西都可以表達到 你一個個性的 這樣才是一個藝術品 所以沒得說 你看中國現在很多的水鄉 整個威尼斯被拆開出來 你有沒有看過 整個法國拆開出來 巴黎鐵塔都有 他以為這樣 自己懂得買藝術品 一來沒有被擔權 二來那條河尾就擺垃圾 人家的水鄉是天然 地理是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的民族 很多時候都不明白的道理 皇帝也是這樣 經常都說 習萬金做很多事出來 但其實是夠做的 而和宇就是這樣 由他最初的時候 動機開始已經有問題 動機就是 要不想有名 要不想有利 留名 是你聽說 我們最喜歡 想留名 但實際上 到後來 那些東西就會 因為那個主使人 主理人 他的味道很壞 這樣就變成很用逐 是 我要申請一個休息 我要去洗手間 來 我還不太久 忍不住 我受不了 我們可以繼續 這個世界 整個地區 整個國家 整個民族 到頭來 都是有他的能力 有他的能力 去表達 但這個表達 不住你的話事 不住你的藝術家 是 因為藝術家的本質 就是很率性 計算不多 很率性地 去看到什麼 即是你剛才說 閱讀 閱讀到什麼 即是你的生活 任何東西出來 你用你的手藝 用另一個方法 你一種藝術表現出來 那八種藝術裡面 但是問題 我們現在這個社會 即是文化 扭曲到 那些藝術 全部都是商品化 很多人說 美國電影也是一樣 美國電影 都很商業化 但是美國商業化的電影 就要是主流 要是賺大錢 但是同時那些 Indie Movie 都能夠生存到 有有 那些小眾 就光顧小眾 這樣都能生存到 但香港不行 如果你懂得遠線 那些 你就明白為什麼 絕對是 遠線的人 就是等於皇帝 我看完這套視片 都沒看完就離開了 免得問他 上不上我的電影 所以早前十年 是一個奇蹟 一個政治的問題 其實那些建制派 經常在罵 說 這根本就是政治問題 他們真的沒有說錯 政治在這個社會 根本就是存在的 如果你拉遠一百步 其實這個也是藝術來的 是 雨傘運動 也是一個藝術 所有東西都是 放進時間廊 都是一個藝術品 那為什麼不行呢 證明就是 你在香港掌管藝術的官 他一本就不知道 什麼叫藝術 最慘 好難尊重每一個個人的個性的表達 這個每個人個性的表達 又是跟我們今晚講這個題目有關 我們經常說 每個人應該有充分的自由 去表達他個性 當然 自由本身有很多條件 例如你不能夠 因為你的自由 就使人家沒有了自由 或者你得到你的自由的得益 就變成別人 沒有了別人的自由的得益 在這些 如果能夠維護到大家都好 大家都有自由的時候 那些人都不願意 給一個自由出來 為什麼呢 一給自由出來 就怕自己沒有了權 怕自己就不行 其實你說的兩個概念 要有自己的自由 而剝奪了別人的自由 這個似乎是追逐權力的人的效果 因為他有權力或者有錢 他無非都是想買自由 買了自己人為所欲為 對 哪有些有錢人蠢得 賺了很多錢 還要聽政府說 要出來開咪 有很多 那些人有錢人也不懂得有錢人 但也要說佔中 三千點 三萬點 那些 拓讓李嘉誠走料 中國人的有錢人都很慘 跟我一向以為有錢的概念很不同 你在極權國家就是會這樣的 甚至俄羅斯的有錢人都很慘 曾經有一個很有性格的 跟普京對抗 被人混了十年 很慘 很害怕 首富 手富 持重油田 Ruth 依照地產大亨 在極權國家的時候就是這樣 所以 這一群人 我覺得很左膠來說 其實他們很痛苦 因為他們是依靠 依擋著權力 而發財 但他們依附權力發財之後 他們又不能申請 又被權力剝奪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不繼續依附的話 他們就會知道他們辛苦得來 但他以為他在過程中會掌握更多的權力 買到自由,其實是不然的 泰州權力就是一隻大隻豬人婆 我當然很贊成,藝術就是自由給一個藝術家創作 而他要不要承擔什麼後果呢? 當然每個社會都不一樣 例如我一樣,我也很想做藝術家 我很想做自己喜歡做的藝術品,去表達自己 但是我往往有時見錢開眼才會做的 原因就是我可以反映成問題 我不是用了我的技術來做那些東西 但往往阻礙你創作藝術的人就是你的客人 客人看到你的東西,不是不好 之前不是我的客人的時候,這些東西很棒 但不知為什麼呢?到他付錢的時候 我問你這個畫法,你的東西很棒,但我不喜歡 因為別人是這樣的,你不可以不跟別人是這樣的 變了很多人,現在今時今日在製作界裏面 說藝術家是一個貶義 是嗎? 因為我不想跟你合作 就說這裏有藝術家來的,那些東西不是不好 不過藝術家這樣說了 就很難受 大家就明白了,大家就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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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是,只要你有少少掌控的能力 香港人,他都會連少少東西,大家都不知道 會不會有效的,他都已經禁止了 這個就是,所以我們說 一定是,全國全世界有共同性 必定是,一定有這個 對,一定有這個 沒錯 共產就是共產所有的財富共同性 但與同時,又將人的其他創作共同性 統一了,什麼都統一了 就是個性磨平 統一了 沒有了靈覺 是的,原來這個世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世界 你也有你的長絕,他也有他的長絕 這個被人充分 你叫他煮東西,你叫我拍照就死了 是,要充分發揮 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personality 有他自己的性格 有他自己的喜好 他在製造出來的那些東西 不是只百花齊放 因為一個軟實力強的國家 全部都是尊重的那些東西 但你要明白 我們經常說百花齊放 百家爭鳴一定是好的 但他的前提就是要一個好自由 而這個自由未必是 在一個現在的環境一定不行 但譬如你說 這個春秋戰國的時候 很多想家出現的 因為那時不是中央集團 是很多個小的國家 而大家的食客都想得到 是一個熔爐來的 很希望得到當時的國軍 因為那時有很多個國家 得到賞識 他們不停爆氣,不停思考 但到後期 秦始皇統一了整個七國的時候 他只是獨尊一家 他只是挑選一個 那你是投其所好 那你想不到他想要的東西 那怎麼辦呢 就收屁了 所以我覺得 其實你剛才說的 在這個環境不同 你說到古代 但說到現代也好 其實這件事不太難的 就是理想的角度 其實你自己做 你要懂得這樣做就行了 就是你尊重別人做的事 就是你自己開始 起碼又這樣 你就不要要求別人 或者要求社會就是這樣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很難 是不是很難的大問題 連你自己也沒有這個問題 你就不要希望別人可以做得到 真的 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是的 就是多些欣賞 你挑剔的時候 你是給予意見 你不是以為改變那個人 但這個世界的人類的文明進化 就比這兩件事玩死了 一件事就叫做政治 一件事叫做宗教 這兩件人見出來的制度 都是希望獨一的 都是希望自己做事 尤其是政治一樣 政治一定 為什麼出了這麼多暴君呢 因為他搞不定 不能夠以德服人的時候 一定是以暴力來服你 你一定要聽話 不聽話 你命都沒有 不要關你吃飯 其實宗教一樣 宗教他要為我獨尊 你相信第二個教 或者你說不是他的教義 是義己 多數都拿去笑 那些就是義端 也叫義端 沒錯 義端邪說 邪說 不是他的說法 他就死了 這個世界 充斥了這兩件事 人已經是受了千幾二千年的苦 很多人都讀很多書 但當你有權力的時候 你又走回那個死路 那我也知道 那我經常想講 就是想講這件事 那我沒想過其實是人性 你讀史片 你讀來做什麼 你說自己讀得輸多 你到頭都讀 當然 是人性來的 有權力 就是自然有權力的腐敗 權力引致你腐敗 更多 在權力得益 重複其他人 到你有權力的時候 第一件事 就是所有人要服從你 所有人要服從你 其實就是一個最大的缺陷 現在 所謂民主者 所謂自由者 其實 不是只有你說 你聽別人說 別人這樣看法 未必一定適合你的 但是 是不是適合其他大眾 你不知道 你一定要 甚至乎 未必是你的責任 就是你任由那件事 他就成為一件 出了街的事 但是你知道 作為老闆 他覺得錢是他出的 牌子是他的 這個剛剛講的權力的問題 責任 他就覺得整件事 他抱住了 那你說你能不能夠 很有心去創作呢 你有心創作 你都會灰心 因為你一邊做 他一邊彈 他一邊彈 彈到最後 你就覺得怎樣 所以別人在歐洲 美國的地方 有Kickstarter 這件事就出現 你欣賞他的東西 你就給錢 不要太多話說 是 純撐的 人家就有些新的產品 或者新的發明 出來了 但是我們香港 很大的 尤其是鄰近國家 你知道嗎 我也試過設計一些東西 當時真的沒有的 但是我上過深圳 上過東莞 一家武廠 跟他談 我自己用手做 做了一個圖片 叫他 有什麼想法 我想這樣 他都未開 還未報價給我 被人抄了 不是 他說 我和你朋友才跟你說 你這件事未出門 有人先出門 我控制不了 他講得明白 不是說被人抄了 立刻回答 三分鐘就是他自己 他自己 鋪定路 然後還拿了我的圖片 是 傻子 你去深圳河以北 你當然不用想 不是 那個人躺在那裡 我只是在 Starbucks 跟他談 我知道 總之是深圳河以北 找不到武廠 也不行 我告訴你 你要在深圳河以北 做Production 只有一個 連環十幾條 那個台灣公司 叫做 做iPhone 叫做 華為 不是 台灣人 富士康 富士康 只有他 為什麼 因為他投入的資源 大部分 除了請那些很慘 做十幾個小時的工廠妹 就是Secure Secure 就是打到你殘廢 你試一下偷照片 你試一下想跳樓 你試一下想跳樓 你試一下偷照片 你試一下欠眼睡 你試一下和我拍照 你試一下撕露藍圖 就是這樣 鋪到盡 但是我想說 你鄰近地區怎樣 打飛機 覺得自己很厲害也不要緊 其實 你直接看來看去 那些電影 為什麼最後 對不起 還不是這個 三打八骨精 即是孫悟空 大哥 有多久以前的劇本 好嗎 那不是的 還有 就是這個叫做 封神榜 有你 不是指這些 有泰拱 大哥 你悶不悶 你有沒有弄一個Superhero 出來 就有了 就有了 我等你 我就等你 因為我只說 美國 只是民主國家 大家不會否認 是不是出狂人會 因為民主制度之下 任何事情都可能 他就出了一個叫Stan Lee的 一個阿伯 九十幾歲 他不是弄了一堆 我們現在的年輕人 鬥釘 都很喜歡看的 Iron Man Thor 你整個 Avengers系列 Hulk 全部都是他一個人 爆出來的 而他的幽默感是在於 別人問他為什麼 這麼多產 我知道 你說給我聽 因為我老婆 和他女兒很大小 逼 動力 逼著 其實是我老婆 co-create 因為他很大小 多幽默 多幽默 與其好像阿B 你明白嗎 鍾振堂那些 在哭 說老婆很大小 買衣服 買到他窮 買到他破產 喂 你就 休自己一默 很少 整件事 好 今天差不多了 市館真的要多些休息 要喝薑茶 我們現在會進行薑茶早飲 要看中醫 有 看中醫 他有沒有說你韓咳 是韓咳 還有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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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濕 會治好 在下星期之前 應該會治好 那我們下一個節目 FORUM的下一個節目 就是明晚 星期日晚的11點鐘 就如是我問 明晚 次官未必來到 可能只有我和譚子強 我要休息一下 不休息一下 我會減到相機 很可憐 好了 今晚差不多了 拜拜 拜拜